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S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小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BOR的手表 那影片开始之前还是想感谢一下 马来西亚吉隆坡MID VALLEY的AWG 借小刚拍摄这一支手表 那小刚今天戴着的就是这一款 这个古董的怀表 放在这一种苏联当时候二战时期 打仗时期用的这一种表带 那今天小刚戴着这一款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BOR 那这一款手表40mm 你看这个影片中戴上手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看 这个白面 那小刚今天会推荐这一款 这一个品牌的原因是因为 我个人觉得BOR 其实在这个市场上 它非常多的创新 在近期 近这两年 近这几年 而且尤其是它的价格 也比起铜机来讲 我觉得它好像感觉便宜了 就感觉很清明 更容易入手 到一些价格不高 但是规格可以拿到一些比较好的规格 比起铜机来讲 所以今天要介绍这一款BOR 是我自己选的 因为原因是因为 这一款其实是早三年前所推出的 这个是Marvel Lite的这个型号 它是在Engineer 就是这个工程师三代 Engineer 3 这个型号 这个系列里面的 这个Marvel Lite 这个型号 那这个型号 它其实有一款是新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一种设计的话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耐看 这种非常干净的设计 我觉得你可以 你的预算又比稍微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新款的 那因为新款它架装了这个天文台 这个他们叫Chronometer 这个天文台级别的 改了它这个机芯 而且还有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机芯也有自己自家的这个BOR 用上了它这个自家的 有专利的这个防震的这个系统 这个Anti-Shock的这个System 那手上这一款呢 价格稍微比较低 但是它的这个面盘设计 还是一样大同小异哦 你会看到 就是这一种民间所说的这个 类似有点像劳力士的那一种Degers 那一种 那一个日制型的那一种 劳力士的那一种Degers 给人感觉就是 你不复杂 非常的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耐看 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一点 而且配上它这个贵妃针 这个Dolphin Hands 这个十分针的这个贵妃针 做得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这个配上这个中间 这一格是做这个镜面抛光的这一种钢带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基性的部分 其实是用上的这个Ball的这个RR1103 那基因部分就是非常的耐用 非常的容易保养的这种 就是这样讲的 不过主要是我最喜欢是整支表 那个壳的那一种圆润的那一个感觉 其实它有一点像劳力士那一种Milgoth 那个房磁的那个型号 还是那种Air King 那种空霸的那一种 那一种带手上去稍微比较硬汉 但是它的面盘设计是给人一种很简单很耐看的 这个白色面盘1到12这个石标的部分呢 它是用着Ball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一种 它是这个有气灯管的这种 那你不用透过光就可以 你在黑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有发光了 这个100米的防水旋入式的龙头 40mm的这个表径13.15mm的这个毫米的这个厚度 然后这个这些通用都有 这个蓝宝石镜面这些都有 那这支就今天小刚想跟大家分享 NM2026C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